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充满战争与变革的一个时代 但是在那个动荡和波折的年代中 也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人物 其中有六个人被认为是最为突出的奇才 他们各自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耀眼之星 他们的崛起和事迹至今仍被后人津津乐道 首先是独世贾许 贾许作为一个谋士 不像其他人有工业可言 却又独迹无疑 他原本是董卓的部下 董卓被杀之后 他献计让李决 郭四等人打下了长安 从此导致天下大乱 之后他投靠了张秀 献计两败曹操 结果张秀不重想要反戈一击 又被贾许恰恰制止 即便投靠了曹操 他仍独迹频出 在同关之战中献反监计 祝曹操获得胜利 虽然贾许的献计权数不多 但是其无人能及 在他的策划下 敌军眼中常常陷入困境 同时他也非常擅长自保 被誉为独士 他的独辣心计 即使是史书上也无法承受 甚至有人说 若有此人在 国是更可一日而回 贾许虽然在事业上无工业可言 但是在权谋上堪称无人能及 他的存在让人不禁想起那句话 独龙睡久了不出洞 出了洞就是天下大了 贾许的存在 无疑让这个动荡时代变得更加阴暗和危险 其次是卧龙诸葛亮 诸葛亮是刘备的谋士 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谋士之一 他才华横溢 被誉为卧龙 开创了许多谋略和政策 在他未出山之前 已经设计了取代东汉的三分天下计划 出山之后 他先弥合与孙权的关系 再助刘备拿下荆州 四川之地 最终为刘备成就了地业 他的谋略和政策 给予了刘备极大的帮助 使其成为了三国时期最重要的势力之一 除了在用兵方面出彩外 诸葛亮还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他主政蜀汉的时候 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 极大地改善了民生和国家发展 他引进礼仪制度 整治官吏 废除青州燕党 实现了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和防止腐败削弱国力 诸葛亮的成就 让他被尊为卧龙先生 表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他的谋略 政策和政治手腕 为中国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再者是忠虎司马懿 司马懿是一位政治家 军事家和文学家 也是曹魏的实际掌权者 他自公元208年进入曹魏 直至公元249年策动了高平陵政变 然后架空了卫士 名义上成为了曹魏的卫王 这期间他为曹魏割据近半个世纪 是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政治家之一 司马懿的最大特点是隐忍和狠利 他在刻日秦梦达的时候 一面日夜兼职 一面却用谎言安抚梦达 降低了其防范心理 成功地秦获了他 在抵御诸葛亮的时候 他也是勇往直前 始终保持着一颗决心和毅力 司马懿的才华不仅限于政治和军事方面 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他的著作《文士传》《禁书》等 对于后世的历史文学和文化研究 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另外还有铁骑赵云 赵云是蜀汉的一位将领和谋士 也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武将之一 他论谋略和智谋均不输于常人 尤其擅长骑射 擅长使用神机营等精锐兵种 在长坂坡之战 他带领千余棋位 为刘备一举将李肃 胡彻尔等17名将领俘虏 成为了三国时期的传奇 赵云所得到的是铁骑之名 他在战场上的勇猛和机智无比 是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和纪念价值的将领之一 他是一个具有一定文才和学问的人 在历史上也有着不少的文学作品 赵云的传奇故事激励了无数后人 被赵家湾民间视为神明崇拜 他的贡献和事迹 至今仍被后人追忆 接下来便是赤壁周瑜 周瑜是吴国的名将和谋士 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 他在赤壁之战中 率领吴军击败了曹操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争之一 在战争中 他制定了一系列精细的战略 充分发挥了吴国船队的优势和曹军的弱点 除了战争方面的成就 周瑜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他在治理吴国方面也有不少的贡献 他推行激励农业生产 重视水利工程等政策 使得吴国得以良好发展 并成为了当时的重要势力之一 周瑜三顾茅庐的故事 以及其领导吴国击败曹操的赤壁之战 让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之一 最后是锦帆魏延 魏延是蜀汉的一位重要将领 他的战斗能力和勇气 无疑是在三国时期中最为杰出的 他在与曹军战斗中多次显出卓越的表现 被封为锦帆将军 魏延不仅擅长战斗 还在谋略上有很高的天赋 他在攻占临焚城的时候 利用连环计打败了曹魏大将夏侯敦 成为了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魏延在战斗中的表现和光辉事迹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之一 并在后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上的六个人物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才华和能力 他们的崛起和事迹 象征了三国时期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一夜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和历史意